掌声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 胡逗逗 有请 你好 逗逗 杨本哥哥好 握握手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胡逗逗 来自重庆市开州区 今年23岁 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逗逗今天的衣服 是自己设计的 对吧 对 我今天来参加节目 随时我就穿了一件 自己亲手设计的礼服 好看吗 好看 我都知道你这个 这个在哪买的 这个原材料 在超市吧 都是一次性的塑料袋 对 一层的小礼服 很好看 据说这个平时 经常会有这样的灵感和创意 对不对 有照片 我们给大家看看 逗逗的设计 如果单看照片 远景来看的话 都很好看 但实际上逗逗可以 一一介绍一下 它们都是用什么样的材料 给大家制作的 好吧 你看我身上创的就是 这一套是婚纱 这是婚纱呀 婚纱 因为我今天来了嘛 那个裙摆的话 我就把它测掉了 不要 太浮夸了 一揪就下去了 对 很方便的 然后这边也是一件半粮服 短款的 那也是塑料袋制作的吗 对 也是 这个是咱们家吃的海带 我就把它 海带呀 对 也用来做的衣服 这个是银杏做的吗 对 银杏树叶 好够看 好看 好看 非常好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这是环保的主题 谢谢 废物再利用 怎么会有这样的灵感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你们肯定都以为 我是学服装设计的 但是我不是 我就是一个业余爱好 因为我以前做幼师 会经常做手工 然后我就 自己在农村 也没有穿个 特别好看的礼服 我就在网上 看到自己喜欢的呀 就想办法 用一些废旧的材料 做出来 你是怎么获得 这样的灵感 因为我自己 也想穿漂亮的衣服 比较爱美 有一次呢 我妈妈在收拾 一些各种颜色的塑料袋 我就想着 这个塑料袋 看得挺好看的 就它那个飘起来 就像礼服的裙 很飘逸 对 很飘逸 然后我就 想着用塑料袋 来做一些礼服 试一下 就发现做完 还挺好看的 我就赶紧穿在身上面 我妈呀 照着镜子 原来我可以这么漂亮 我就赶紧拍了一个视频 发在网上去 就收到很多网友的喜欢 据说网上有好多粉丝 对吗 我就一个月的话 我做了二十几套衣服 就涨了将近两百万粉丝 那么厉害 对 他们都称呼我为 明魂设计师 我是为什么网上 我这个粉丝量 网上长得那么费劲 穿得太俗了 对不对 对不对